HELLO 大家好 我是宗杰 金融摸出來的巡團 那今天呢 我們人來到了太平這邊 這場我們之前有拍過一次 那我們就在這場再小玩一下吧 結果發現了這一台 你看這一台 它上面有可以戳 只有剩五個洞 然後它這邊輕動獎送這一個 我完全不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它只是寫T600 Power這樣 然後是什麼不知道 所以我們也很好奇 那我們就拼拼看 看能不能順利輕動 因為剩五個洞而已 難度應該 應該還好 我先把這邊解掉 後面有金證 這個有這麼重? 有力道 五洞不拿 不知道這個的重量啊 來來來來來 我們先把後面的脫下來 可是它爪子會拼捏 那個是什麼啊? 防風外套 外套可以折成那麼小件 還是它就是外套把它一直壓縮壓縮 其實它很重 但是我先把這邊的都解掉 因為我們是要打輕動的話 看能不能鋪一樓 通通過去 哎唷 通通卡住 這個應該不會很重吧? 這個應該不會很重吧? 難說 嗯?難說 起來了嗎? 喔! 怎麼又翻了? 這個應該很好打 感受得到 上 這樣子 推 這樣子還有辦法撐 厲害厲害 比較一樣的啦 下來吧 它是不是這個卡住它而已 是嗎? 差點打臭耶 它剛下去了耶 然後又回來了 啥啊 啊 還好 來 我們剩下四個 其實也還好啊 蠻順的啊 為什麼一直吃不到 我也很好奇 因為它剛好轉爪轉得很漂亮 都在那個點 吃了吧 那很重 迷你輕巧不影響駕駛 拆卸充電什麼話歌 這一個 那個也很重 也不像行車紀錄器 一個藍牙 藍牙連接的 就藍牙連接成功的商品 藍牙連接成功 中 過來了吧 就不相信你還回去 等一下我就把金證拖下來 喔 金證下來吧 這樣子應該拱個五應該是不難啊 喔 喔 來了 嘿 撕 對 那我就直接來囉 你看它過去就是剛好都一爪把它頂著 它如果剛好兩爪的話 完美 有 哇 我先把金證拿下來 什麼感覺一直回去啊 拿下來 哇賽我服了耶 它直接對到最底啊 我也服了 好煩啊 這些東西 它只要下來真的是不難 你要不要挖這一個啊 你說這個東西喔 對啊 直接先出了吧 先出 來吧 金膜槍 這麼小台 這有了吧 它是USB金膜槍耶 你可以插在筆電上就可以用耶 那應該很重嗎 不知道耶 它有用那個泡泡紙就不知道了 彈 欸不把它撞出來 是不是我這邊要先解掉 那個睡衣跑掉了 中 來先出貨 就不相信你還回去 這一個 上 上來啊 上 它只要上去可以跟它打二樓 上 這個怎麼 多段推捏 外套能不能從45度這樣過來 不要過那個洞就好 對啊 慘了啊 這哪臭耶 涼啊 涼啊 OKOK今天真的是OKOK 今天真的是有夠OK啦 傻眼耶 他要直接把它吃起來 他要直接把它吃起來 齁齁 3了喔 3了喔 順了喔 來喔4了喔 1 6 6 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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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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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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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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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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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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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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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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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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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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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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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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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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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只是它那個角度會最難 因為它這邊有拉線算蠻短的 它這裡用膩的 膩的喔 膩去箱子柱的後面 可以試試看啊 或者是直接給它下來都無所謂 它下來這邊的話再膩上去 瘋狂膩上去 看哪一個先選 看哪一個先來 啊 啊 功虧盈虧 吃到 難過 喔 還行還行 下來我就可以功了 還是我先來了 來 小撥它一下 我正旁吃到 竟然沒丟 看來它要去後面 對啊 那這樣子我是不是 相極是這個要先打 你看我們其他的東西我們都不碰 我們就打它金針 太可愛啦 可是這個箱子就不下來了 不然它下來這邊是最漂亮的 逆一下就上去了 先這樣 先這樣 這樣繞過了 還是全包它 你說上面的啊 對啊 是可以但是我先 這邊 欸 逆過去了 對 直接逆向緊 怎麼都平了 對啊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要 這個餅乾 因為它那邊剛好有一個坎 它完全爬過去才會過去 然後加上它到最右邊的時候 你看限速就拉住了 拉住就很難吃到 除非大膽一點 但大膽又 過 死不下來這一盒 這個吧 餅乾喔 再逆一下一次 對啊 補位一下 哇賽 這餅乾 哇賽 這餅乾 來 很好 有了 終於肯過了齁 那妳要不要下來了 餅乾下去 不是不是這個 捏一個腳 能不能下來 下來 終於 餅乾就在那邊了 不要給我過來 哎呀 向緊 後方 後方 他怎麼沒放 對啊 但是現在沒關係 現在是絕對防禦 絕對防禦 絕對打到你出貨為止 那應該噴不遠 應該是噴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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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 哇賽 應該是噴不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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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上去了 哇賽 翻盒翻盒 再一次再一次 過來 救回來 只是那邊後面有一個那個 樂士那個波卡 很煩 走開啦 你過去啦 回來 打架啦 哪裡跑 拿左邊直接出貨 哎呀 時間到了 不能再說那句話 對啊 你看 說一次而已 馬上回去 今天是不會堅持這樣說的 哈哈 欸 一次呢 講一次 下一次馬上就回去 想說他不會下放嗎 對啊 甩過去那個點就好啦 還是用這個狀 他現在就只是過了就過了 如果剛好可以逆到這個香吉的話 他直接出 帥 哇 前面那個要打掉 對啊 這一個啊 我們的目標不是要把它金正打光嗎 一 二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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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幾個了 呃 五個 而且五盒 全部都是金正 再次多一點 看能不能直接上來脫鉤 喔 他很重耶 掌上機耶 欸 二 六 八 合 一耶 不錯喔 這個拿去給小孩子玩喔 多開心 但是現在手機太方便 二收 二收 有了 有了 但是吸不行 要捏一下 腳捏 再多一點點 哼 不夠多 再多 哎呦 我回去那個洞 哇塞 這是那一個要走開啊 你說那一個喔 對啊 欸 他走開嗎 還是這個走開 我直接直脫他 那你這個打得比公仔還要難嗎 沒辦法啊 因為剛剛公仔那個位置太漂亮了 也是因為有他們啊 有他們公仔才可以 出得那麼順 過來 出得那麼順 啊 也OK 嘿 真是對 沒了啦 沒了啦 我會小試一下這個啊 那你不會說那個比較難 難啊 但是他翹上來的話不一定啊 可以小捏一下 好捏捏不動算了 那這一台呢 我們就成功夾六 拿走台主的夾六爽 那我們最後去把東西稍微集中一下 好我們今天夾完了 今天我們總共就夾這樣子吧 非常的不錯 你看第一台我們也是滿滿的出口感 只有稍微有點小卡住 但是卡完之後其實出的也算順 蠻順的 那第二台就不用多講 它裡面全部的公仔我們全少了 那剩下的都不是公仔 都是餅乾啊 還有一些小東西 蠻爽的 公仔全部放在後面喔 一樣一樣出一樣一樣出 那我們最後呢 來開箱一下 那個一開始呢 我們那個輕動講 因為我也很好奇裡面 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我們就來開箱看看吧 你看這台它寫T600POWER 然後外觀是一個跑車的那個圖騰 裡面到底是什麼呢 直接開起來 我一心非常的期待它打開是什麼 就我 我這個一花開的時候 我不小心罵了一個章話 它只是一個東西把它裝進去 就是這顆啦 不是跑車 我也不知道耶 它就只是一個大喇叭 超級大喇叭 就是一個超級大音箱啦 但是也不一定啊 不一定這顆音質超好也不一定啊 它整體的造型就長這樣子 然後它非常的大顆喔 音箱 然後後面的操作 它這個線是 我知道了 裝電視的 不是 這個讓你裝在車上的 它後面可能可以接線可以接到 可能就是應該是可以接在車上 後面的一個接點吧 可以接這顆喇叭 然後這邊可以操作 然後它還有遙控器可以去 切換它的可能功能啊 還是頻率啊什麼的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很特別的東西 結果沒想到 就是一顆喇叭 還是說這顆喇叭的那個 型號就叫那個什麼 T600 Power 也是有可能啦 好 結果沒想到開箱 竟然是長這個樣子 那沒關係 至少看到它的真面目 我也心滿意足 那今天呢 抽獎要抽什麼呢 難不成 就你手上這一個吧 就這一顆了吧 因為這一顆 用藍牙應該是沒辦法連接吧 它這邊還要插電 然後這邊插可能音源線之類的 我可能就不太會使用到 那也許可以裝電視啊 哪一條線就可以 也許可以 應該都可以啦 或者是你要打電腦啊 裝在電腦旁邊也可以 這樣蹦蹦蹦 而且不一定這顆音質超好 只是我們沒辦法去測試 那這次呢我們就抽獎 就抽這一顆 神秘意外的驚喜 超級大喇叭送給大家 好 那這一顆喇叭的抽獎幫忙 再片尾 大家看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再見拜拜